第一次在請教你 其實剛剛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夫妻有時候很多事情就幹住 然後一方不能夠先示弱 那如果示弱會怎麼樣 就是你本來那個事情沒有辦法再堅持 我舉一個有一本很好看的小說 我可以講一下 有一本很好看的小說 講家庭跟夫妻的關係的 叫做修正 它裡面就一個小事情 就是先生 外國來的 對 美國的小說 那是一個寫得很好的小說 先生要太太還有小孩全家人 跟他回去爸爸媽媽家過聖誕節 整個事情就是這樣 太太不想回去 然後在這個不想回去的過程當中 先生就是要施壓 他就是要堅持要回去 然後太太就用冷落他 不給他信 不給他什麼其他東西 然後在小孩面前 他就很爺餘 爸爸沒用啊 然後就讓大家嘲笑他 那他們家其實 你可以想像他們的夫妻關係 是老公一個禮拜 要輪他做菜兩三次 那輪到他做菜的時候 太太就跟小孩在那邊 他就煽動小孩 笑他說今天又是燒烤 你爸就只會燒烤 你爸就變不出新把戲 所有的都是燒烤 意思就是暗喻他說 他床上也變不出新把戲 生活也變不出新把戲 然後這個男的就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到這個過程當中 可是有些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很想 他會需要信 或者說需要他老婆 幫他解決一個 可能經濟上公司上 什麼一個別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想要跟他做 可是當他跟他做的時候 基本上老婆就會有一種方式來問 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回去了 如果你還是想要回去 他就不做了 可是這如果兩個人 如果把這個事情做成了 你就要讓步了 你就沒有辦法再堅持 因為兩個人的那個張力 已經應該已經沒有了 不然你今天晚上又沒有了 明天晚上又沒有了 所以其實夫妻之間 常常就是性啊 或者小孩啊 或者很多邊緣的事情 都是用來拉鋸彼此之間 最核心的那一句話說 是你依我還是我依你 所以文婉你剛剛講的 那太太太太不想回去 人道不能直接說嗎 要用這麼迂迴的方式上老公 直接說的話 他有表達 而且一般人好 假設我是老婆 我不會說我不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想要做 一般老婆不會這樣講 會說你決定要這樣做是不對的 你一定沒有把理由想好 其實整體想起來 小孩要考試要幹嘛幹嘛 你是不是欠考慮 這不是我自私喔 不是我不做你喜歡做 是你根本想錯了 你自己想想夫妻溝通是不是這樣 我們哪一個人願意跟另外一方說 就是要照我的 這就是我個人的自私 全家都要照我 沒有我們都會找很多理由來說 我是想的比較透徹 我都是為小孩想為這個想 為那個想 為你的健康想喔 所以我們不應該怎麼樣 可是心底我們都知道 就是你不願意 而且另一半通常就是 比方說男方或者是女方 她會覺得說我並沒有那個意思 但是另外一個人 她就會這樣認為 我有一對夫妻朋友就是這樣 就是說她老婆 覺得什麼事情都是她老公在決定 但是她的個性是 但是這個女生她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可是當她心裡不想的時候 你要提出來嘛 因為你沒有提出來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序話 你沒有釋放出來 老公會覺得你OK啊 然後當你不爽的時候 你再一股腦的講出來說 你都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全部都是要按照你的劇本 按照你的事情來說 那這老公就會覺得 我以為你喜歡耶 對 這很重要 對啊 比方說 這老婆就明明不喜歡吃牛排 但這老公是一個很喜歡吃牛排 雖然說他們每次 一下子可能去吃螺絲 一下子可能是去吃你家我家之類的 不一樣的店的牛排 但這老婆就是不喜歡吃這個東西 但這老公說 我們去吃什麼好不好 這老婆心裡想說 又要吃牛排 好啊 你知道嗎 他又要去附和這個老公 迎合這個老公 但是過了五六年的婚姻生活 他告訴老公說 他受不了 他不想跟他生活 理由是因為 什麼都是你在做決定 那這個先生會覺得說 你都沒有給我任何的機會 來告訴我說 你不願意 你也在給我訊息對不對 對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在夫妻生活裡面 像我覺得有時候 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大家一定都認為自己做的比較多 就是我覺得我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那有些人他不會講 你自己去感受 但是當另一方覺得說 你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你講出來的時候 他又覺得 原來你做每件事 你都記這麼清楚 那老年還沒跟你算 對 就是這樣 老年還沒跟你算我做什麼 到底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男女不管是男女朋友 甚至是夫妻是更重要 一天到晚去計較 誰做得多誰做得少 真的沒有意義耶 對不對 比方說 假設說 像我太太還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留小孩 讓你跟他幫他洗澡啊 讓這個爸爸做點事 但是他的目的並不是說 我做好多了 你一定要做一個什麼事情 他覺得因為你跟兒子 親子 對 你跟兒子相處的時間不多 所以你要幫他們洗個澡 這應該不過分吧 老公 我覺得很合理啊 因為我覺得太太給我的 他很直接的告訴我說 老公我做了什麼什麼 這些你都不用幫忙 因為我在家裡帶小孩嘛 可是 我覺得你多少要幫他們洗澡 才會有父子的互動 那你偶爾要陪小孩丟丟球 在國外 那個爸爸跟小孩一定要丟球耶 一定要丟球啊 一定要丟球啊 對 一定要丟球 然後所以我兒子 最近就很喜歡玩球嘛 就讓我再怎麼樣 我也要做的丟給他打 對 那所以說 我會覺得說 真的很深的感觸是 不管是我自己 或是聽到我的朋友 就是說有時候夫妻在爭執 你在吵架的時候 一定不會講 好 不會經過大腦的啦 一定是這樣的啦 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 太常去算計 有些人真的很會計 你去算計說 我做了多少多少 你都沒有去想過說 這個男人或是這個女人 對這個家庭的付出 那個歡迎真的維持不下去 夫妻之間幾乎天天都 一直在放訊號嘛 不是天天啊 每分每秒 其實人都有訊號的 都在放訊號 其實人都有訊號 最重要的事的時候 就是要冷卻了 可是我覺得重要就是說 志偉剛剛講說 吵架或什麼 有時候就是失控這樣 再吵對 我覺得這種吵都還OK 我覺得夫妻有一樣方式 如果你拒絕對方的求歡跟性 這個東西累積幾次 這個婚姻就完蛋 這嚴重 真的非常嚴重 因為我很多 我看到很多婦女 就是說一開始我覺得 你這個什麼老公做了什麼什麼 我就是要表達我的憤怒 拒絕你 所以我拒絕寫 拒絕幾次也有換帳我 不來的 而且他有時候 有的人拒絕好幾年 所以三五年以後 自己突然哪一天 就覺得很 自己怎麼過的生活 這麼寂寞 老婆拒絕老公 三五年 然後最後想要回頭的時候 換先生說 他不要了 他不要做這個 你拒絕我求完很多時候 先生不要是因為外面已經有了 不是 那時候還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 我也同意這個事情是很嚴重 可是我覺得如果要講 再講這個東西裡面的恩怨 我覺得很多男人 沒有辦法聽老婆 對她做的方式 有什麼意見見解 有什麼修正的需求 對 所以老婆 有時候會拒絕什麼三五年 其實人都有那個需求 老婆之所以會拒絕 是說 要忍受你那個不如自己來 你知道嗎 所以那到後來 他就都拒絕 可是事實上哪一對 就是哪一個老婆 她不希望有性生活 可是不能你每次都把我弄得 那麼不舒服啊 所以就有些時候 其實是想說跟你講說 你不要每次都怎樣 我不喜歡怎樣 我不要這樣 我不要那樣 那個 其實男人可以聽一下 改一下 調整一下 就好了 可是很多的男人 尤其我們在做婚姻 身影裡面的性諮商這一塊 發現很多的丈夫都是 只要老婆表達一點意見 他們馬上就覺得說 我老婆不夠愛我 或者是說 我男性的尊嚴 聽不起一點點 受到挑戰 然後他就是 他也不做了 要不然就是他下次要做的時候 他還故意堅持原來的方法 例如老婆跟他講 我討厭某一種姿勢 他硬要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要確信 老婆有愛我 有聽我的 所以現在接受了我 他就把那個姿勢跟我 看成同一種 在性上面他們認為 你要 我是一個掌控者 你就是要一個服從者 我覺得在某些方面是這樣 但是我想 剛剛鄧醫生講的就是說 是因為性生活上 我不滿意你在性生活的態度 或作為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說 日常生活裡面 我對你這個人所作所 完全不能溝通 不滿 累積到回來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 用這個方式跟你講 我要跟你溝通 你不願意跟我溝通 你別說了 所以我用性表測 我拒絕 真的 對 有時候老公會講 這有什麼好討論 這很好 這個有得討論 常常這樣看 我們這種認識性智療 之後發現 這個還是好聽的話 就覺得它不是問題 有時候這個部分 你跟他一樣 我覺得台灣這部分的討論 真的太少 很難 太少了 對 來 我們去消息一下 真的 真的是 現在大家各路 沒辦法討論太多 所以我說拒絕性 是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表達 我對你的 這是判意的 我沒有信來判意 從去年排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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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